别看易阳千玺如今这么红 拍戏出专辑 当这就是街舞蹈时忙个不停 其实她在出道之前 也是经历过很多次选秀失败的心酸的 易阳千玺小时候参加过最著名的选秀节目 大概是向上罢少年了 这档节目可以说曾经淘汰了很多如今的当红明星 比如王俊凯 蔡徐坤 徐静一等等 那时候易阳千玺才13岁 外形就是一个小朋友的模样 不过别看易阳千玺当时年纪很小 但她跳去舞来 已经有板有眼 无论动作的力度还是流畅度 都已经出具舞者的风范 等易阳千玺表演完 作为评委的田园和前锋 也没跟她交流什么 两个人连头也没抬起来 只见前锋低着头说了句 好的 谢谢 大概是忙着看选手们的资料 不知道多年后 TF伯议子去路天天向上的时候 前锋和田园有没有一丝尴尬 复赛时 易阳千玺同样表演了自己最擅长的街舞 但最终还是惨叫淘汰 当时作为评委的高晓松 还是肯定了她的舞蹈天赋 时隔多年 高晓松还亲自承认 自己曾在向上把少年中 淘汰了易阳千玺 反过来调侃自己有眼无珠 算是幽默化解了这段尴尬的过往